中央电视台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女子58公斤A组的比赛 我今天依然是庞高兴之导 跟我一起为您解说评论 庞长你好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说到58这个级别 这一直在过去几家运会当中 都是我们的优势级别 04年08年是陈彦青 缠联了这个级别的冠军 那么在2012年又是李雪英 获得了这个级别的冠军 对 本来应该说我们的选手 在这个级别当中实力也是很强的 但是去年的世界锦标赛 突然冒出一个阿塞拜疆的克斯托瓦 大破世界纪录 252公斤 获得了总成绩的冠军 这个成绩确实让我们有点意外 另外通过这个成绩 我做了一个统计 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 将近8年的时间 实际国外的选手 包括和地区 只有两位选手 总成绩达到过240公斤以上 其中是在2013年的 世界举动锦标赛上 中华台北选手 顾兴存 总成绩是241 那么实际上呢 在这8年当中呢 没有超过 就是其他的选手还没有超过 这个240公斤以上的成绩 陕西定队的高端 90公斤抓紧的开把 竟然没有起来了 今天的这个级别 一共是有14位选手参赛 其中呢 重点我们要关注的是 代表内蒙古参赛的 名将李庭 这也是全球会的冠军了 十几三位也拿过冠军 另外广西选手 邓猛荣 福建的柴丽娜 还有湖北的周俊 这应该说这几位选手 这是奖牌的游力争夺者 另外还有个陕西的 陈桂明 也是老将了 对 陈桂明也是去年 全球几票赛的 第三名得主 我们看到现在 这是后场的 现在周俊 应该说还没有开始活动 周俊呢 应该说这些年来比赛呢 一直出在第二个位置 比较多 对对对 总是输给邓猛荣 但是这次我看周俊的 报名成绩 是最高的 抓局105开把 停局135开把 抓挺都是 报的最高 对应该说这次呢 是2016年的 全国女子举动 锦标赛 也是更重要的是 李渔奥运会的一次 选拔赛 那么这个级别呢 举举人运动管理中心呢 在这个选拔办法当中呢 也制定了一个 达标成绩 那么这个成绩呢 是247公斤 这相当高的一个成绩 对 要按照以往来说呢 这个成绩啊 绝对是世界冠军的 对水平了 去年的市场赛上 邓某荣获得亚军的时候 总成绩是 245公斤 对 也是他个人最好 个人最好 对 但是没有想到 阿斯拜疆的科斯托 表现出了252公斤 这样一个成绩 这也是 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 有人上到 250公斤 并且是打破了 陈远青宝石的 251公斤的 总成绩的世界军 对 好来看一下 陈迅这首高单 第二次次 哎呦 这两把是 一把前调一把后调 高单啊 应该说 可以这么说 在全国比赛当中呢 应该是首次露面 以前没有参加过什么比赛 这是95年出生的选手 所以刚才你提到的 周军的开把重量 呃 就达到了240公斤 对 呃 这是 争夺 这个级别的冠军 是第一目标 对 第二目标 要达到这个 选拔办法当中 制定的达标成绩 247公斤 那么在 大家都知道 在伦敦奥运会上 周军当时是砸锅了 对 当时他参加的是 女子53公斤级的比赛 对 实际上他一直 正常情况 他一直都是在58这个级别比赛 对 这是广西的邓某荣 呃 非常遗憾啊 邓某荣呢 在 去年十几赛结束以后啊 膝关节啊 刚才我还去后头问他 对 他说这个右膝关节 一直不太好 对 有肌液 对 经常是要抽肌液 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讲 这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 对 虽然邓某荣呢 在去年的实锦赛上 总成绩获得了第二名 不过他这个成绩啊 达到245公斤 也是自己在 一往比赛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 实际上也提高了自信心 虽然是二次白江选手 表现出251 不过呢 在后来东运当中呢 有膝关节啊 有伤 所以是影响他整个的 实际心练 杨手好 他来看一下高丹的最后一把抓局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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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非常适宜准备活动 今天我们看到场上也来了很多的 基本是后面整个观众区都坐满了 对 都坐满了 这个龙岩的观众对这个举重 确实是有着非常高的热情 是这样的 刚才听他们的龙岩市体育局长 邱文龙介绍 他们在奥运会上 龙岩市出了四位奥运冠军 获得了五枚奥运金牌 这应该说对一个市来讲 确实是对体育贡献还是很大的 那么其中是有两枚是举重金牌 一个是石志勇 还有一位是张湘祥 另外还有林丹 或者两枚奥运金牌 另外他们的蹦床 蹦床的何文娜 好 来看一下这是重庆选手罗小敏 走入三公斤的开把 很轻松啊 有点高抓的味道 实际上运动员在出场之前 他们都要在后场的准备区 至少应该说有半个小时以上的准备活动 这个准备活动也是很科学的 就是说要轮到他出场前的三把左右 出来这是最好的一个活动时间 罗小敏这是今天比赛当中最小的选手 99年出生的 这是广东的星晶晶 同样也是93公斤开把 星晶晶呢是在去年轻运会的预赛当中 获得这个级别的冠军 成绩抓取是98公斤 今天是93公斤开把 星晶晶啊在去年的青运会的决赛也就是在这个馆 这个场地的抓取当中呢 三次失去没有成绩 当时的开把是100公斤的 今天降低了93开 这我们经常讲一把宝成功啊 对 再要到100开的话 恐怕有点是困难 是这样 另外的举重啊 这个开把加重 后场组织活动啊 实际是重要的训练的组成部分 有的时候为什么运动员比训练 哎 举得挺好 结果到比赛当中呢 没有发挥出来 一个是跟运动员的比赛心理素质有关系 另外关键是 这个整个的后场活动啊 这个开把加重啊 等等这每一个细节 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往昔选手郭敬衍 也是93开 郭敬衍也算得上是 在这个级别当中的一位老将了 虽然是92年出生的选手 但是呢很多年他没有参赛了 他是在 14年参加了全国举重的冠军赛 当时抓取成绩是 91公斤开把失败 三次失利 今天是93 我感觉这次呢 整个这个场上的音乐还是 比较适合一年这个比赛的 环境 氛围 对 这我们也是在不断的跟这个 设计赛啊 亚运会啊 奥运会啊 去学习啊 对 因为我这么多年来 转播的这些举重比赛当中 给我印象最深的 举重比赛的现场DJ 我觉得最棒的 轮斗奥运会 哦轮斗奥运会 一年巴黎也不错 一年巴黎那次世纪赛也相当好 对 因为巴黎十几赛当时它实际是设计一个像演出的剧场 那个剧场当年一年的巴黎十几赛那个比赛是巴黎的迪士尼乐园的马戏演出场 对 一个白色的大圆棚子吧 您还记得吧 是 因为它那时候就好像是一个舞台 对对对 是一个舞台设计 对 整个观众区都是黑的 没错 它是平时是表演马戏的地方 对 广东的林雪华 95公斤开把 然后再给 三秒钟 出来刚刚下 李雪华在15年的锦标赛上当时抓取成绩是101公斤获得第六名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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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好像肩有点不太舒服啊 今天在13位选手14位选手当中呢 我们看到有六位选手的抓取的开把重量是在100公斤以上 对 江西选手洪梦辽 也是95公斤开把 今天场上这些选手啊 基本上轻扫的90后 除了李平之外 对 李平是88年的 李平是老将了 走 带的高度不够 欠一点 实际 胡梦辽在去年的世界赛上 全国锦标赛上 当时的开把重量是 90公斤 也是第一次失举没有成功 就像您刚才开场就说的 这个级别啊 一直是我们国家在这个世界举团的保持优势的级别 我们在四届奥运会当中 我们参加了三届奥运会 拿了三届金牌 但是呢 现在去年15年 冒出阿塞拜疆这位选手啊 确实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 这个级别 我们派不派人 还得看看对手 另外呢 应该说最近就这个时间吧 欧洲锦标赛就在挪威举行了 可能我们 也会去关注 对我们要通过欧锦赛看一看这个 这个是选手的情况 对 广东的行精精 有了 比起阿塞拜疆这个选手啊 是 莫名其妙的冒了出来 对 以前根本就 见不到他的前三名吧 至少前六名都见不到 见不到 那去年的实锦赛转播的时候 我也讲过这一点 这个选手给人感觉横空出世啊 对 有点像当年的波多威多瓦似的 突然就杀出来了 是 那些一出来就打破了 对 破世界纪录 抓局和总成绩 不过 江西拳手 洪梦辽 第二把 95公斤 这上一把就差一点点 应该说 没有问题 我认为 我认为 有了 还是站起来的时候有点急一点 但是呢这个重量 我认为不是它的极限强度 随时还是能够控制住 看那个队员的那个小腿骨的前面啊 也是拉铃拉的不得都摸出 就比较贴身 嗯 我们看到了张祥祥 张祥祥呢 这次也是以教练员和嘉宾的身份 来到回到自己的家乡 参加这届全国军统级秒赛 罗小敏第二把要到了97公斤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这是全场最小的运动员 1999年11月14号出生的 啊 贴身一点 带狗了 嗯 好的 还是稍稍的有点着急啊 对 带传说再捆一下 那么在前面已经刚刚结束的 女子48公斤级和53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啊 应该说 这些队员的表现还是达到了选拔的目的 对 那么在女子48公斤级 达标成绩是208 那么湖南选手侯之慧达到了210公斤 呃 在女子53公斤级呢 达标成绩是232公斤 那么这个标准呢 是和世界纪录也仅差一公斤 对 一公斤 那么广东选手李亚军呢 昨天也成功的举起了这个重量 并且也是个人的最好比赛长期 不要急啊 一定要稳住 好 来看一下星晶晶第三把 就是7公斤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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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到位啊 主动一点支撑 好的 带铃带得很轻松啊 对 所以刚刚到头顶的时候 感觉他稍微松了一下 另外呢 我们从今天的比赛情况来看 运连的成功率又明显地提升 对 提升了 这也正常随着体重级别的增大 成功率也会提高 对 他这个右肘啊 好像有点胜利弯曲 左肘是直的 右肘是弯的 那么这次比赛呢 我看刚才过来的时候 在场外呢 武林宝军呢 在外面设了一个 全民健身的力量训练 对对对 还正在进行比赛 我看很多观众啊 非常热情 参与这个活动当中去 所以说呢 通过比赛 宣传举重 让更多的人参与 和了解举重 同时呢 也加强全民健身 我觉得这个活动 还真是很有意思 没错 好 我们来看一下邓某荣 这也是我们的 在这个级别当中啊 近几年一位非常优秀的选手 哎呦 很可惜啊 很可惜 邓某荣这是 降低的开把重量吧 原来预报98 没错 预报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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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获得了13年全运会的冠军 那么从14年以后呢 就是降为58公斤级 实际上体重一直也不是很大 所以到58公斤级呢 体重呢 还比较偏轻 但是呢 这个受伤啊 确实影响运练的系统训练 这是内蒙古 这是内蒙古选手 欧灵利 97年出生的内蒙小将 因为欧灵利啊 在去年的 青运会的决赛当中 是获得了这个级别的亚军 当时抓取成绩达到103公斤 总成绩达到235 所以说这块场地呢 是他去年夺取银牌的 一个比赛馆 好的 反而是出锅 现在出场整个运练 只有四次试举没有成功 其他的都成功率还是很高 对 重庆的冉旭 同样98公斤开把 冉旭在去年的锦标赛上 当时的抓取成绩 是101公斤 101公斤 当时也是98的开把 对 98 101 最会把要到103没有起来 好的 动得很 干净 毕竟 很多 刚刚一样98公斤 14号 往西土林跑去 过去夜 第二次实施 6号 往西土林跑去 那么能够 现在场上还有五位选手没有出场 他们的开把重量都是在100公斤以上 在14位选手当中 开把最高的是来自湖北的周俊 105公斤开把 目前这个级别的全国抓紧记录是115 世界记录是112 也就是被去年世界赛刚刚创造 好来看一下广西的关键眼 第二把98公斤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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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把十几位也成功 这是他第二把 这是第二把对的 第一把是93 应该说这次比赛呢 给运运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赛环境和条件 这个比赛馆和运运驻地啊 走也就三分钟就能过来 也就是180米 对 所以这样运运运不用乘其他交通工具就可来到比赛馆 而且这个训练馆呢 就是这个龙岩的体育局的举重训练馆 也就在这个比赛场馆旁边 距离队员的宾馆驻地也就是五级 也是很方便 非常近 所以这个住宿训练 比赛 基本上都在这一个地方 对 特别举动一轮啊 赛前要降体重 如果是说这个交通 还需要一段交通工具 还是不是太方便 好的 邓梦荣成功地举起了98公斤 这个邓梦荣在以往比赛当中呢 其实 他的抓取个人成绩呢 达到过108 对 去年世纪赛108 对 去年世纪赛是抓108 挺137 总成绩240 也是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 是 但是我想呢 邓梦荣虽然现在目前有伤 但是呢 正像武林宝俊在场上写的这个 这个 这个标语啊 一个是成功之路 后面就是坚持之路 所以如果想成功 还是要坚持 我想 没错 竞技体育不到最后一刻 都不能放弃 没错 机会总还会是有的 江西的洪梦药 第三次试剧98公斤 我三层子 讲 我讲 我讲 带起来就有了 哎呦 怎么放弃了 还有时间呢 还有时间 什么情况 教练这时候应该走过来 跟他交流一下 是有伤病不敢做了吗 说实话 他这样的情形 第一次见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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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没摸零 就离开了这个 举重台 什么原因不太清楚 并且呢 他前面一次试剧 我感觉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说这种情况 这是第一次线 举重十几年了 第一次线 对 来看一下郭敬衍 也是第三把了 98公斤 郭敬衍这几年 就是说 他这个参赛 一直是 断断续续 对 有时候来 有时候不来的 他参加去 14年的冠军赛 当时抓局呢 是91公斤 开把没有成功 加到92 也是两次失去 没有成绩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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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自己的 这件事情还是真满意 这几年随着我们对举重比赛 电视转播的量越来越大 很多运动员现在在镜头面前 善意表现自己了 有这种表现的欲望了 在这里确实中国举重 一个是成绩好 但是能够让更多人了解举重 喜欢举重了 确实中央电视台加大 对举重比赛的转播力度 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很多观众一提举重 都伸出大拇指举重好 这也是通过比赛 感觉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 为国争光 争金夺银这种场面 可能更多的吸引了观众 好来看一下广东的李纯 99公斤的开靶 那么钢铃到了100的时候 这个真正奖牌的争动才开始 对 李纯去年的青云会 预赛 哇 哎呀 有点可惜 带着有点过了 应该说李纯啊 今天这个99级开靶重量 也是他以往比赛的最好层次 这说到中国举重啊 确实这也是中国军团 在奥运会上的金牌大货 对 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现在 中国举重为中国体育事业 一共贡献了29枚奥运金牌 对 应该说在每季奥运会当中呢 至少是获得五枚一块钱 最少的是五枚 金牌 并且呢这一次呢举帅入运动管理中心啊 对举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希望要突破 这个在轮断奥运会五枚金牌 这样一个指标树 我记得08年北京奥运会最后一场陆勇夺冠之后 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八斤银 中国举重队创造了奥运举重历史上 一个前无古人也很有可能是后无来者的成绩 后来遭到了批评 说怎么就可能后无来者呢 万一我们以后拿九斤十斤呢 应该说我们还是有希望 或者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那么在奥运会上呢 根据奥委会的规定呢 举重呢是女子可以派出四人参赛 男子可以派出六人 就是我们有十个人去参赛 我们可以参加十个级别 但是说实话 当年中国举重的这个八斤银啊 要想超越也是非常有难度的 应该说现在目前呢 女子受到一定的冲击 但是我们男子的举重呢 应该说在逐渐的巩固这个优势地位 至少我们前五个级别还都是有这个夺军实力的 对 那么前五个级别 是那么过几天呢 可能就要在江山举办这个举行这个男子的级别 我们再给观众朋友介绍男子的情况 现在应该说男子前五个级别呢 都具有一定的夺军的实力 可以这么说 现在包括男子五十六公斤级 我们五美五锦标已经接近了 或者和他持平和朝银选手总成绩 好我们这是看到的这是老将李平啊 我刚刚说了十四个选手当中 李平是唯一的一个80后88年的 李平呢实际参加13年的全运会的决赛当中 因为当时失败没有成绩 现在他是参加五十八公斤比赛 原来一直是五十三公斤级的选手 因为这几年啊随着年龄增长 李平他现在降体重他会比较吃劲 对所以干脆就升到五十八来 对 目前李平还保持着女子五十三公斤级的 加油 全国纪录 235 不错 漂亮不错 这个去年在江山的成绩表赛当时我也看了一下 那时候是刚刚付出训练了也就六七个月 对 拿了一个第七还是第六 第六我忘了 对前六明白 现在再看这十个亿年再看李平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应该说李平啊还是属于一个力量性选手 对 只要能够系统恢复训练呢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 另外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体能会下降 但是呢整个这个训练思想会发生明显的转变 对 现在这个时候是我要练 陕西的陈桂明 对 同样也是一百公斤的开发 陈桂明也应该说是今天的金牌的有力争夺者 那么陈桂明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呢 个人的最好成绩是达到了二百四十公斤 在一五年的冠军赛上是获得这种级别的冠军 这个选手啊停举实力稍微就更强一些 好的哎呦 但是不要着急啊 他的个人抓紧最好成绩呢 是在二零五年的锦标赛上创造的是一百零二公斤 所以今天呢他应该是说是提高了实力了 九二那门五公里面 这次抓紧啊对陈文明来讲很关键 第一次试取成功 好广东的林雪华 第二把一百公斤 这刚才举完第一把的时候 这个肩好像给人感觉有点不太舒服 哎 你看他也是动一动左肩 哎呦没有了 去年几标赛抓紧成绩呢是达到了一百零一 刚才就像你说的可能肩部有伤啊 这个运练现在最怕的就是受伤就是说呢在这里我们也说一下做一个优秀教育员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在训练当中如何做到防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优秀运务员啊就是因为伤的缘故而退役很可惜 这个是举重的老教练何一成是湖南队的也曾经培养出王明娟这样一个这些培养了很多的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的运动员 那林小花这应该也是湖南交流过去的 对 这样的话他要连续试举我们看这个重量 呃现在我们看到这很多选手原来都是代表几方军队 现在取消了双积分以后呢现在都有 各省交流很多啊 现在都回到了各省市了 这是广东教练蔡俊成 湖南总教练周俊普 这些话最后一次实际 这是机会儿的 看起来 Azir的 压下去啊别着急 蔡俊成也是也是一个老教练 老教练了 红有红领队 哎呀 哎呀 这样他三次失局 只有一把他吧 成功 第二次失局 13号重新 在新准备 把力走了 现在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 一位是周俊 另外有福建选手财琳娜 内幕古选手欧灵力 第二把101公斤 这把上了三公斤 我们介绍在15年的清衣会上 他的抓紧成绩呢 达到过103公斤 他也是这个级别的银牌获得者 哎呀 今天的感觉是有这个实力 但是没有发挥的出来 稍微过一点 没有支撑住 我们现在看到这是后场运联 这个准备区 现在是冉旭 冉旭的第二把 也是101公斤 冉旭这些年也是啊 一直这个成绩就这样 对 上一上不去 去年是抓101 但是呢 在去年的冠军赛上 是获得这个级别的同牌 当时的抓紧成绩是105公斤 当然有时候啊 这个冠军赛 它有它的一些特殊性 对 比如说这个可能排名前三位的 这些定期选手 往往不参加一个比赛 尤其是15年的冠军赛 因为很多重点选手 准备世界举重锦标赛 对 还有一位年轻选手呢 准备清晕会 所以因为这几个赛事呢 可能有很多优秀选手啊 可能就没有去参加这个冠军赛了 对 所以这个我们有时候 必须实大实的说 就是说这个冠军赛的冠军啊 这个金牌的含金量 恐怕要比锦标赛的 要差点成色 应该说每年的全国举重锦标赛 都是最高水平 这是广西教练邓慧杰 现在也是国家队的教练 哎呦 怎么今天出现两次这种情况呢 他倒是发力了 发力一下 稍微可能习惯节还是有问题 还是习惯节的问题 应该说今天呢 场上来了很多观众 我们刚才介绍 龙岩呢 的观众呢 对举重还是有一份热情 他其实啊 刚才可以再举一次的 因为虽然发力 刚能离得台面 但是没有超过膝盖 刚才不能叫做 试举失败 实际是放弃 是放弃 因为他这个动作呢 按照举重比赛 梅威联从点名到出场 给他是一分钟时间 那么在这一分钟内呢 你如果杠铃提拉不过膝 你还有第二次 甚至第三次都可以 对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刚才邓蒙蓉那种情况 实施一种 更是放弃了 那么在比赛当中的判决 是作为失败 实际上就是放弃了 没举 几乎是 对 轻轻地拉了一下 对 刚一离开台面放了 好来看一下 欧灵力 第三把 一百零一公斤 第三把 一百零一公斤 第三把 一百零一公斤 那么在选择办法当中呢 还有一条规定 参加轮 领域奥运会的选拔 必须是要在国家队 参加国家队的训练 积蓄 等于说 那么现在目前 周俊和陈桂明 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好 重庆选手 软旭 也是 最后一把了 一百零一 刚才第二次没起来 好 兄弟拉开啊 把你干脆点 嗯 好的 前面介绍 这阮旭啊 是去年冠军赛的 同牌获得者 当时 不仅说是个 同牌获得者 当时的抓举成绩 是一百零五公斤 对 还是不错的一个重庆 目前这个级别的 抓举全国记录 是一百一十五公斤 这是二零零一年 广州 九运会上 宋志娟创造的 对 已经十五年了 是 这个记录时间 真是有点长了 是 这个全运会啊 是个出成绩的时候 你像这个级别的 三个记录 全都是全运会上 抓举一百一十五 是零一年广州 九运会 停举一百四十二 是顾薇零五年的 十运会 总成绩 二百五十五 是陈燕青 当时也是十运会 现在是福建选手 蔡丽娜 第一次失局 蔡丽娜呢 一百零二的开把 对 他在一五年的锦标赛 是抓举一百零二 冠军赛是抓举一百零三 哎哟 漂亮 今天是一百零三公斤开把呀 其实是一个高水平的成绩 像我们看到去年的锦标赛 的抓举成绩呢 是邓蒙 是一百零五 冠军赛 冠军赛 是一百零五 是获得 就是冠军成绩 现在应该说 财丽娜一开把的重量 就和自己在去年冠军赛的成绩 是相同的 他去年全国锦标赛 最终的抓举成绩 就是这个一百零二 一百零二 对 哦 现在是一百零二 对 他的去年的冠军赛的成绩呢 是一百零三 对 冠军赛一百零三 是获得抓举的银牌 好 来看一下广东李纯 也是一百零二 第二把 他这是第一把 九十九没成功的情况下 直接加到一百零二 就拿第一把当成功使了 对 应该说他 还是有一定的抓举实力的选手 哦 但是不行 今天 他在去年的清运会的 预赛当中呢 抓起过九十六公斤 在决赛当中抓起的是九十九公斤 这李纯是连续的试局啊 不过今天李纯的 这个开把重量确实很高 在第一把没有成功的时候 又加了三公斤 一百零二 这个一百零二对底算来讲 也是比赛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了 现在场上只剩下周距105公斤还没有出场 后场的福建选手 这几年成绩的成绩提升 确实速度还是很快的 没有 他就是参加了去年的锦标赛和冠军赛 刚刚出来 所以去年应该说训练的时候有一定的水平 在当时总成绩只表现到了233排在第五位 对 但是呢在冠军赛上已经获得了银牌 当时总成绩达到231 这个选手啊 应该说以前基本没有出来参赛 现在李存人场上只剩下最后一把试剧 一百零二 这个抓起来的难度还是不小的 好的 这个别喊啊 这个发力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喊啊 那么李存今天抓起过一百零二 也是他个人的比赛当中 从我们目前看到的资料当中呢是最好的 可以上车 李平这几年这个我觉得比赛当中心态不一样 对 说说老队员呢有他的特点了 他这个比赛的调整 呃整个的状态和年轻一年确实有区别的 确实是非常成熟的老队员啊 一百零三公斤啊我们看他去年参加锦标赛的时候抓紧成绩是九十九九十九 因为当时我也问他刚恢复训练的也就是六七个月 就中间 哎呦拉的不够拉的不够 中间不是也是退役了一段时间吗 对 后来觉得又想练 哎呦就出来了 他当时是参加 第三年的全 呃全英会 当时参加是女组三公斤 对 全英会之后就 基本上处于一种半退役状态 对 没怎么练 好来看一下陈桂明第二把同样要到一百零三 加的不多 我看到陈桂明去年的冠军赛当时抓紧是一百公斤 当时第三把也是加到了一百零三公斤没有起来 在去年的锦标赛上当时抓紧成绩是一百零二公斤 所以这一百零三公斤对陈桂明来讲也是一个新成绩 对 陈桂明 喂 去左 成文 陈桂明 不着急 有了 漂亮 成功 这样呢 陈桂明 个人最好成绩 个人最好成绩 提高了一公斤 刚才我们介绍陈桂明他个人特点呢是停举要好一条抓举 他在去年的冠军赛上当时抓挺起了一百四十公斤 所以说呢今天如果是他还抓举还有一把 我估计加的不会太多 至少是在最多是三公斤一百零六 可能会把那个 对 对 把周俊可能先逼出来我们看一下他的战术安排 哎 人家 摇摇牙卷 摇牙子 站起来 摇手机 只要改发力就应该没问题 好的 好的 参考 周俊普笑的 对 周俊普确实昨天很开心啊 因为昨天这个女子四十八公斤几的 你又说太轻松了 好轻啊 应该说 再给他一把可能还能增加重量 105 100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话也说回来 他的第二次失举不该失败 对 这个时候应该好好总结是最清醒的时候 周俊又出来了 一百零五 一百零五公斤 这个重量对周俊来讲也是一往比赛当中的最高开靶了 对 这个重量是他去年全国锦标赛的最终成绩 对 去年锦标赛一零二开的吧 最多是一百零五 他几次比赛都没有超过这个重量 对 周俊是去年成 清晕会的冠军 好的 很轻松啊 但稍微有点靠后 不过还是忽略住了 冷风 伦敦奥运会上砸锅对周俊来讲一开始确实是很大的打击 我记得当时在现场看到他那不赢了 但是通过这些事情我们也让周俊学会了很多东西变得成熟了 其实当时的很多这种舆论的压力是不应该让他来承受的 果然陈桂平第二把就加两公斤一百零五 估计他也不会去要一零六了 今天周俊啊确实把自己以往的个人最好的抓取成绩作为开把了 并且还成功确实是一个良好开端 应该说今天呢 这是周俊的 不 陈桂平的教练龙玉玲 今天主要的竞争对手应该就在周俊和陈桂平之间 对 还有这个柴丽娜 但是柴丽娜 她因为她没有在国家队集训 所以说呢 她可能不作为参加礼物奥运会的选拔 哎呦 这把没有了 现在应该说记录到 这个争夺静音铜牌的关键时候了 对 现在目前最好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李平和陈桂平的体重状况 李平是57.02 陈桂平是57.72 目前排在抓取第一名的是李平103公斤 这是柴丽娜的第二次世纪106 也是她个人最好的比赛成绩了 如果起来的话 这个节奏把握的还不是太理想 差点节奏有点乱 这个抓取更特助于技术的发挥 我们看到周军加到107 他是要憋着柴丽娜把这两把举完 对 107如果起来的话 是周军个人抓取的最好成绩 目前场上只剩下三把试举 柴丽娜一把和周军的两把 那么这次奥运会的选拔办法当中 制定的女子58公斤达标成绩是247公斤 所以说这些选手尽量在抓取比赛当中 把成绩表现出来 这样在停举当中会有更多的空间 所以说今天周军抓取是105公斤开把 我们看到他的停举是135公斤开把 也就是这两个开把重量加起来就达到240公斤 对 如果是说只要达到四把成功率 就可以达到247这样一个达标成绩 四把成功肯定超247了 对 这个财丽娜因为去年只参加了一个锦标赛冠军赛 因为多年没有参赛 所以这个选手去年比赛还是有点紧的感觉 今天应该说表现已经成熟了很多 就是说具备一定的实力和能力 但是怎么把它发挥出来 这是他的教练关永梅 教练提他别着急 确实 哎呀带的高度不够了 带的高度不够 其实教练提醒他高起高带 就是带的高度不够 这样的话直起来一个1-2 去年的球赛赛一样 7公斤11号不够周俊第二次市局 现在场上只剩下周俊一个人连续的市局 刚才你讲的周俊确实经历了12年轮断奥运会的失败 其实对这个当时还是一个年轻选手 还是承受很大的压力 对 但是我们感觉到这位选手一直在坚持 好 行 所以我说这赛翁吃马胭脂肥腐 对 过去这四年周俊确实也是不容易 是 所以说武林宝进在场上提的这口号 我想运练从这通道出来以后看到这会受到一定的启发 成功之路也就是坚持之路 放开局 放开局 周俊 下局 这把很关键一个重量 别着急 别着急 稳住 稳住 这时候大型没有问题的 好的 好样的 确实成熟了很多 只能他的教练去方 差点扔过了 差点扔了 看最后一把要多少 因为这个107啊 确实很关键的重量 如果抓起来以后 对达标这个247确实很有力了 确实运练成熟了很多 如果做一个年轻运练很可能就放下来 对 这时候拼的就是一纸实弱 历史一方面 OK 不会108吧 看他手腕也是有伤 停表了 停表了 肯定有更改重量 更改重量 108 应该是 至少是 109 或者是 或者110 110 对 刚才说了 撑得太久 确实有一定的影响 这对一啊 这时候给他 放松 喝水 运连这个时候 很关键 虽然就是 两分钟时间 调整好心态 目前世界纪录是 112 咱们的全国纪录是 115 周俊现在我们看 依然还是没有更改 是108公斤 是不是最后 已经过了1分30秒了 过了前30秒了 按照规则 这个时候是不能再改重量了 看来就是108了 如果我想 加上这个重量的话 周俊很可能在场上 不会是全力以赴去试举的 我感觉 好 好 现在场上只剩下周俊的最后一把试举 这个重量呢 只加了一公斤 这个重量呢只加了一公斤 108公斤 当然周俊呢 107公斤呢 也是个人的比赛最好成绩 但是如果这么个加法 105公斤开把我认为是有点问题的 没有必要这么开发 太高了 对呀 等于说你从开把到最后的第三把试举的重量 只才三公斤 对 那还不如这样 一旦开把稳一点 再加多一点 这肯定我认为是 肯定是失败的一个重量 因为没有太大的刺激性 对 确实是 这样的话周俊是平均107公斤 拿到了抓紧的金牌 好 我们上次休息之后 给您带来听起来的比赛